总统参选人蔡英文 她台义线的热潮席卷了由南到北所有的支持者 特别是这回一路上很多人塞钱给她的小额捐款 让她说 我们需要带您看就是蔡英文延续了台义线的气势 今天她来到了东台湾的宜兰南方澳 到鱼市场去当一日的拍卖官 现场有民众为了助她高票当选 送给她布拉席 她说要祝福蔡英文主席 她的选票多得像布拉席一样 数都数不清 一双手真的不够握 小英旋风横扫南方澳鱼市场 蔡英文拿起麦克风来给鱼货大拍卖 拉鱼一拜 拉鱼一拜 拉鱼三拜就一列了 三百五百一千块 粉丝不断网上加码 短短十分钟 小英拍卖官进账五千元 鱼市场嗨到不行 连送给蔡英文的布拉席都扯上选举 有新的注解 我们的市民送布拉席 要给你的票比布拉席更多 这样好吗 好 不是 只是年年有余 天天有余 这样好吗 关心在地经济 蔡英文没放过食品加工产业 走一趟渔货冷冻工厂 零下三十度的大冰箱 小英上好奇宝宝随乎可惨了 不得不全程备吊吊 体验瞬间冷气 等一下二十六度 你们的镜头没有糊掉吗 我眼睛糊掉 首次在镜头前拿下眼镜开玩笑 蔡英文的好心情 跟着台一线气势飘到东台湾 三级十五白霜林建宏 S1小组宜兰采访报导